哈嘍 大家午安 那我們今天一起來繼續玩的是我們這個 R E A L M O F A L T R S 哦 每個禮拜都要來打一點卡牌遊戲啊 沒有問題 那上一次話基本上我們跟大家介紹了 我們軍神小姐姐那個 鋪場功能以外呢 後來的話我們今天就來介紹下一隻 我們這個主戰者哦 那今天要介紹的話 應該是要介紹男角啦 因為大概就是 一天男一天女嘛 我們第一天是我們這個文藝醫生 第二天的話就是我們這個軍神小姐姐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來介紹一個應該是男生的 機器人角色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哦 那這隻角色的話我覺得也是蠻有趣的啦 所以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一些東西 那主牌的話基本上也跟我們之前的那個玩法是 有點不太一樣的哦 然後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要主的牌的角色是哪一個角色 沒有問題 那今天要介紹的角色的話 就是我們這個軍神小姐旁邊的這個 機兵牙爾法零四好不好 應該是個 應該是個男的吧好不好 那他主要來說他的那個牌庫的話 是我們藍色的屬性 那藍色屬性的話 比較多都是一些那個 跟機械有關的一個那個族群啦 好不好 那這天的話 哲平試一下把他研究之後呢 我們組成的那個 東西的話大概是我們的就是 我們的藍色再加上黃色哦 那為什麼要加上黃色的原因 是因為黃色那邊的話 還蠻多能夠給予一些護盾的角色 就是 第一發的話打到我們身上的話 你要先把那個有護盾的角色打啊 打到一下之後 你才可以打到我們的主戰者 那就可以讓我們就是 比較好的就是存活 那 為什麼要這樣放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這個 阿爾法零四的話 他的大招啊 是一個能夠就是有一個 充能效果的一個東西 我給大家看一下哦 他基本上他的那個效果是 每回合都會進行一次的充能 那 每一個充能的那個打出來的傷害是不一樣的 第一段充能的話是對目標造成一點的傷害 然後 二段的充能的話是對目標造成兩點的傷害 然後擴熱狀態是 對所有目標造成一點的傷害 所以我覺得他可以用這個方法來減少 就是對面的一些 敵人的隨從的話呢 那我們這邊的話 大概就是要好好保護我們自己的主戰者 然後讓我們主戰者就是 越活越久 然後我們場面的敵人 呃 我們場面的那個隨從越來越多 然後大過於別人 然後 所以用我們這個主戰手的這個英雄技能 來做一波攻擊的話 我覺得還算是不錯 所以後來的話 我是用這個藍色再加上黃色的一個套組哦 然後 打出一個就是 比較護盾流的一個方法啦 那大家的話 基本上也可以依照就是自己有的卡牌 來做一波調配 因為 哲平目前來說都還是沒有去抽其他的卡 所以我就是 以一個新手套牌的概念 來跟大家分享這個 雞兵的一個使用方法哦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來進行一下 我們的實戰畫面來看一下哈 因為這隻角色的話 比較特別就是他有充能的系統啊 他的 一充能的話就是打一滴 二充能的話就是打兩滴 然後 三充能的話就會過熱 過熱之後的話就是可以打全場一滴 那 那最主要的話就是那個 打全場一滴結束那個過熱 如果你沒有使用的話呢 那他就會直接就是 讓你就是重新再充能一次這樣 他不會一直留在那邊 所以 這隻角色的話算是還蠻就是需要 回合術的去那個 去了解之類的哦 那 像我們這邊的話用這個龍轉機甲的話 比較好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可以破壞一個受傷的隨從 那我們可以直接用我們這個 英雄的這個技能打到一些傷害之後的話 你知道嗎 再讓他直接就是 破壞掉他 就還算是不錯這樣的概念哦 所以 這張這兩張盤算是還蠻關鍵的那個 機器人的牌啦 我覺得哦 好這邊的話是他先勾 然後 他沒有做什麼任何事情 沒有問題 那跟我們有點像哦 我們這邊大概也是沒辦法做任何事情哦 好 這邊的話呢 先把哪一隻祭品掉 先祭品掉這隻好了然後 就結束 這邊我們看到這邊有一個藍色的這個線條 這個就是代表是充能1 然後外面還有一個外圍的那個就是充能2 然後再來就是會過熱這樣子哦 好這個是 守衛角色 那沒有關係我們不怕 有沒有這就是充能2 那充能2的話是可以直接對對面造成那個 兩點傷害的哦 所以這個話算是還蠻厲害的 但是我們現在的話應該就是要先 先把這個放上去 然後 我們也是好不好 守衛角色 所以基本上我是覺得機器人Alpha這個 主戰者真的還蠻適合一些有護盾的角色 因為你可以守護自己 然後他有一些牌是可以毀牌的 所以你只要就是 讓他的那個就是傷害那個比較 就是讓他吃一點點傷害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就是直接把他給毀死哦 算是還不錯的一個概念這樣子哦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 將我幫一名戰士洗牌抽一張牌 那我們就先把他祭品掉 祭品掉然後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這個先那個直接 那個先留著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可能可以用一些 技能或幹嘛之類的來做一些事情 好然後我們這邊的話就是先把他 把這張放出來 抽一張牌 然後直接打本體 他待會已經會來撞我 那他受傷之後的話我們就可以用這兩張好不好 這個進場破壞一名以受傷的水蟲 直接把他給撞死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哦 然後剛剛看到我們如果沒有使用的話 因為我們剛剛是過熱階段 然後我們沒有使用就代表 我們要重新開始累積我們的充能了 所以算是這隻角色 需要去算一下那個回合的階段 因為你可能這一回合你想要直接用那個就是大招來把他 把對面給弄死 但是你會發現你沒有沒有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武器可以去用 就是你沒有那個就是 那個氣量去打那個就是兩滴啊 或是幾滴的 所以這次算是我覺得還算是蠻需要去 思考就是每一步的一個配置的一隻角色 因為他不是每一回合就是都可以讓你直接用英雄技能 打一樣的傷害這樣子 像比如說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這一回合要用那個 呃打兩等 打兩滴傷害的那個充能的話就必須要 先等我們充能到二這樣子 那如果你這一回合是充能一的話 你就沒辦法做一些這樣的概念這樣 啊如果你沒有使用的話 你就永遠都沒辦法做出這樣的那個方法這樣子喔 好那這邊的話呢我們先來 這個 啊我放錯了 這個我應該要放中間 我剛剛其實移中間但是沒移好喔 這角色比較好的原因是因為他可以就是 真的一上場他會讓他左右兩邊的角色都有護盾喔 那護盾的話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可以抵擋住一下的傷害 因為這款遊戲上次已經講過 跟我們一般遊戲不一樣就是他的守衛啊 不是能夠守到底的 他就是只能就是守衛 哇他幫我 他幫我回這 回奈茲欸 回奈茲代表什麼概念你們知道嗎 代表 給你們看一個好玩的喔 我待會就可以連續的把他給B掉 像我們現在充能嘛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直接 使用這個充能 那這樣使用出來的話我們全場都會扣一點傷害 那扣一點傷害的話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可以再 叫出我們這角色直接讓他們這兩隻直接死掉 喔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我們這兩隻很關鍵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只要就是登場啦 他們只要派他登場 我們就可以就是用他來毀壞一下 對面已經受傷的角色 但過熱會比較麻煩就是因為 過熱這邊啊 如果你沒有控好的話 你自己的角色也是會被打到的 所以這邊要 要比較注意一下喔 好沒有問題 所以這隻的話配一些就是 只要能夠毀掉那個 受傷傷害的角色一些角色卡的話 都算是還不錯的一個地方 因為你只要用你一點點 小充能啊你就可以直接那個 你就可以直接讓他們就是 做到一些比較好的事情這樣子 好沒有問題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直接先 大隻佬出來 這隻是我們最大隻的 而且他有護盾效果喔 那我們就先把這些都留著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是充能一啦 所以充能一的話是只能打一點傷害 但是我們還有保留了一隻這個 能夠破壞就是以受傷的水蟲喔 所以我覺得機兵這個角色在配上這個 龍轉裝甲戰士真的是蠻厲害的 因為他可以直接就是 破壞掉非常非常多的東西喔 好看來我們這場應該是 要贏了喔 欸他們現在沒有辦法 對我們造成什麼傷害這樣子喔 我來測試一下喔 如果對面是護盾角色被我們的這個 機兵的這個傷害打到 是不是可以直接就是算是 算是一個護盾的那個傷害啊 應該有可能喔 有嗎沒有沒有還是一樣 所以必須要就是 角色真的去撞他才可以喔 那也是 比較麻煩一點點一個存在 沒關係我們這邊的話可以再讓 再讓貞德 欸 讓兩隻都有護盾這樣來保護起來喔 所以我會把那個就是 黃色的這個套組跟藍色套組套在一起的 原因就是因為 我覺得就是 欸幫我們用護盾之後的話 會更容易讓我們就是阿爾法能夠發揮一些 就是長處 因為目前來說我們的效果就是必須一定要就是累積回合嘛 那累積回合的話你才可以做到充能阿 或是我們的過熱阿 那如果你沒有使用這些護盾來保護自己的話 很有可能很快就直接被對面給打爆這樣感覺喔 所以我會比較喜歡一直派這種有護盾的角色上來擋一下 你看我們這邊再繼續擋 就會很不錯 然後這邊有一隻角色是已經受傷的了 直接把他給打死 然後 這邊還有這個現在充能1嘛 那我們待會兒看一下如果 時間還允許的話呢我們可以直接那個 做一波好玩的事情喔 我們可以直接就是 等我們過熱階段的時候 我們再直接把他這些小兵全部給打死這樣子感覺 因為我們過熱是對全場造成一點的傷害啦 所以這邊的話應該還算是不錯喔 先看一下他下一回有發生什麼事情 那他現在場面雖然鋪了很多 但是 其實他們就是那個血樣都不是說那麼的頂高 所以 我們待會兒只要過熱的話我們就可以做一些 好玩的事情這樣子喔 來了來了然後這個是 進場 粉碎一個玩家的護盾 呦我們這邊可以粉碎他的護盾 但是他現在已經沒有護盾了 我以為他是可以粉碎我們就是那個 敵方的一些護盾看起來不是喔 好沒關係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 這邊有速攻啦 這邊的話我看一下該怎麼打喔 這邊其實我們可以在 龜一下下也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打下去我們也不會怎麼樣 所以就這個打下去 然後讓他護盾消失直接打臉 然後再打臉 剩下最後一滴了 然後待會因為他們這邊的那個血量傷害 都是頗低的 所以我們待會可以直接就是 用那個全場過熱直接來毀他們喔 很多東西呢 唉唷 還叫一大堆怪物出來 那我們這邊應該不用做這麼多此一局的事情啦 但是你會發現就是 我們每一隻角色基本上 黃色的都有一些護盾 所以就可以一直一直保護自己 一直保護自己 就會很爽這樣子喔 那我們可以直接打一下 讓他護盾消失 直接去撞他就可以了 所以我會比較推薦就是 目前啦 新手套牌我覺得比較好玩就是 呃水在加 呃那藍 藍牌在加上我們黃牌的話 就可以打出這樣的效果 然後 藍牌很關鍵的就是 阿爾法剛剛那幾隻能夠就是造成傷害 就直接讓他們直接GG了那兩張那個 關鍵的那個裝甲龍兵喔 因為那幾隻的話 你只要讓我們就是 用他的技能去打掉別人 打到一點點傷害的話 你就可以用那兩隻直接讓他們直接死掉 那你就可以把場面就是壓制住在一個比較 好讓你發揮一個狀態這樣子感覺了好不好 那目前來說 因為哲平都還沒有抽卡啦 所以我這邊的話 都是用一些就是 比較新手的牌來玩這樣子 那我覺得個人的話 目前就感覺好像 黃色牌跟藍色牌的相信好像還蠻不錯 因為都有一些就是 護盾腳啊 或是一些能夠保護自己的腳 然後再用法的技能 來去對他們造成傷害的話 其實應該還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囉 那大家有沒有配套一些好玩的套牌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了好不好 那麼謝謝粉絲網到這邊啦 我整集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囉 可是我們會不會在上面 我們會不會在上面 你不會在上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